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乌克兰人民在总统泽伦斯基的号召下拿起武器进行作战 同时在今日乌俄双方首次进行和平会谈 截至目前 双方已结束第一轮谈话 两国代表各自回国进行磋商 并计划在波兰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然而即便如此 两国的军事冲突仍在持续 据联合国相关部门统计 乌克兰境内目前已有50万人撤离避难 数字可能还将继续上升 同时就在昨日 俄总统普廷下令将战略核武器 核潜艇和空军核轰炸机调入高度戒备状态 因此 为了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并从西方国家寻求进一步的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今日正式签署文件 申请乌克兰加入欧盟 美国并没有信任这种孤独的反应 但乌克兰人们改变了这个故事 乌克兰总统决定买给我们武器 我们感谢 昨天我说了与乌克兰尔德连 领总统军 尽管俄乌今天举行了和平会谈 但许多人预计冲突将继续 经济学家们正在竞相评估 这次冲突的影响 专家表示这一场冲突 不太可能让全球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但市场动荡 惩罚性的制裁的威胁 以及潜在的供应中断 已经推高了能源和一些农产品的批发价格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火依旧持续 俄乌冲突可能会在通货膨胀持续上涨期间 继续抬高物价 全球油价飙升至每桶105美元以上 专家预测 这场冲突将是油价居高不下 周一在股市开盘时 投资者在经历了上周的跌宕起伏之后 现在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与此同时 一些商店和酒吧正在抵制俄罗斯品牌的酒 其他组织也在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疏远俄罗斯总统普天和他的国家 但乌克兰的战争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的财政和从属关系 这在这里的抗议者引发了愤怒 并重新点燃了冷战时期的恐惧 乌尔战火持续升级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两国的人民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 圣地亚哥一家俄罗斯餐厅 频频接到威胁的电话 但老板表示自己并不是俄罗斯人 不仅如此 他的餐厅员工还在为乌克兰募捐 所以老板呼吁希望发出威胁的人能够保持理性 过去七年里 艾克加加里安在美西登区开了一家普希金餐厅 因为餐厅的名字是俄罗斯的 他说最近经常接到这样糟糕的电话 通过电话和网络 随着乌克兰的战争的发声 加加里安说在过去几天里通话情况越来越糟糕 更大的问题是餐厅老板是亚美尼亚人 而不是俄罗斯人 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实际上来自乌克兰 老板希望人们在发出威胁之前 更多的要考虑一下 不仅仅是给他的员工提供帮助 老板还说他的工作人员集资向乌克兰汇款 他说他自豪的提供的食物 并不是专门为某个地方或俄罗斯提供的 尽管受到威胁 他说他有充分的理由 打消更改餐厅名称的念头 加州今天宣布将在3月初 为K12中小学撤销口罩佩戴的规定 同时另一个人口大周伊利诺伊州 也在今天解除了室内口罩令 卫生专家指出 虽然机关政府解除了相关卫生限制 但居民在部分场所内部时 仍需保持警惕 就在今日 加州政府宣布 他们最早就能下月初 也就是3月11日左右 解除K12学校的口罩佩戴规定 它会比较好不穿 它会比较好 尤其是你穿衣服 加州教育部门表示 教育机构将不会禁止学生群体 或教职员工佩戴面部防护 校内人群均有权自行决定 是否佩戴口罩 同时 国内另一人口大周伊利诺斯 连同芝加哥 与今日上午正式解除了 他们的室内口罩佩戴规定 餐厅 酒吧 健身房和商场 将不再要求员工和顾客 佩戴口罩 然而即便政府机关解除了卫生限制 专家还是建议居民在部分场所内 仍需保持警惕 并且根据具体条款 在当地的医院 公交 监狱和学校等等 或是芝加哥的百老会 音乐中心等设施 来访者仍需佩戴面部防护 俄罗斯报ATM挤队潮 消息过后来看 国际新闻 波兰政府27日发布通告表示 目前所有身在乌克兰境内与逃避战乱的人 都可以入境波兰 与此同时 欧盟表示目前已有超过30万乌克兰难民 逃往欧盟国家 欧盟已经准备好迎接 即将抵达的400万左右乌克兰难民 波兰当局透露 目前已经有21万多名乌克兰人进入波兰 波兰边境开放给所有乌克兰人民 波兰政府通告称 所有在战争状态下离开乌克兰 并进入波兰寻求避难的人 都无需在入境波兰时 担心登记 手续 以及在波兰逗留期间的合法性问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也无需向外国人办公室 省政府 或者边防部门 提交任何申请 入境波兰之后 没有住宿条件的人 均可前往专门为难民设置的接待中心 该处除了可提供住宿之外 还将提供在波兰居留 食品 基本医疗休息场所的相关信息 此外 每位入境的战争难民 都可获得免费的医疗服务 此外 欧盟内政委员约翰逊27日宣布 欧洲执行委员会 下周将要求成员国提供乌克兰难民 暂时庇护所 实现为三年 成员国必须同意这项命令 约翰逊表示 大部分成员国都表示赞同 欧盟预计俄乌战争将使约700万的乌克兰人流离失所 乌克兰人可以在欧盟免签证停留90天 并可在成员国之间自由往返 约翰逊说 目前已申请庇护的乌克兰人人数有限 大部分投靠住在欧盟的亲友 但事情会变化 我们需要准备好迎接更多人 乌克兰邻国 包括波兰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等国 皆竭力援助乌克兰 西方国家将俄罗斯踢出了环球银行 金融电信协会的支付系统 俄国的民众因为担忧西方制裁 将引发现金供应短缺并扰乱支付系统 今天在自动提款机前面 大排长龙提领现金 而卢布兑换美元 今天也重贬了近三成 尽管俄罗斯当局和银行试图缓和担忧情绪 但阻断特定俄国银行进入SWIT支付系统 并冻结俄国央行外汇存底的举措 预计将对俄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俄罗斯街头出现民众 因担心银行卡失灵或限制提领而出现领钱人潮 圣彼得堡市民彼得说 24日以来 每个人都在ATM间来回奔走 以领取现金 有些人很幸运领到钱 有些人则不 尽管SWIT的制裁将妨碍俄罗斯的银行 与国际同行间的往来 但分析师指出 限制运用逾63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措施 对俄罗斯来言 代价更高 此外 俄罗斯大型银行之一 联邦储蓄银行表示 透过自家以及合作伙伴支付系统进行的客户交易 并未出现任何中断 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则说 外部限制不会阻止他们维持在俄国境内的业务项目 然而 俄国央行建议民众随身携带金融卡 称移动支付系统 在遭到制裁银行运营的终端或者网络商店 可能无法运作 让一些习惯移动支付 很少用现金的俄国民众叫苦 尽管俄罗斯官员称 Swift制裁对俄国国内支付构不成威胁 但市场恐慌情绪已经让俄国卢布 对美元今天重贬近30% 彭博社的数据指出 离岸市场交易中卢布兑美元汇率下跌29% 卢布兑美元跌至117.817比1 联合国今天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气候报告 其中指出认为造成的气候影响比预想中的还要更大和更快 而且根据破坏性和范围性 预计全球至少有一半的人口会受到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也警告各国对抗全球变暖 刻不容患 拖延就意味着死亡 气候变化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但联合国最新的报告显示 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 这份新的报告基于数百名科学家多年的研究 发现气候变化的破坏力要比预想中来得更大 作者指出了气候危机中的巨大不平等 发现那些对问题责任最小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反而最严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这份报告是人类苦难的地图 是对于气候改善计划失败的谴责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就如同犯有纵火焚烧 我们唯一家园一般的罪行 他也警告说拖延就意味着死亡 当前的气候危机表明世界过于依赖化石燃料 而俄乌战争所带来的能源危机将会进一步加剧整个事件的发生 几十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警告说 全球变暖必须保持在比工业化前高出1.5摄氏度的范围内 根据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如果违反这一限制 一些变化在数百年之内将会变得不可逆转 即使地球冷却下来 造成的破坏也可能是永久性的 根据目前的统计 世界已经比工业化前高出了1.1摄氏度 并在不断朝着1.5摄氏度靠近 升温到2度时18%的陆地物种将会面临灭绝的风险 达到4度时受灭绝影响的物种就会超过50% 除此之外生态系统也将崩溃 传染病热浪风暴缺水农作物减产等等问题 全部都会恶化 但但在去年洪灾野火暴风就席卷了地球的多个大陆 美洲亚洲欧洲非洲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人类的命运已经与气候变化紧密的交织在了一起 澳克兰一辆消防车 上周六为了避让违规的汽车 不慎撞入当地的一栋公寓楼 三名消防员不幸受伤 但都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表示因为受到此次事故的影响 公寓楼的不少居民需要暂时搬迁 而部门也在全力追查 引发此次事件的肇事时机 在北加澳克兰Grand Avenue 一辆消防车在救火途中 为避让汽车不慎撞入地区的一栋公寓楼 三名消防员不幸受伤 但他们均没有生命危险 现场状况震惊了不少地区居民 据悉在26日下午1点左右 澳克兰消防局一小队出动进行救火任务 然而在案发当时 消防车为了避让一辆突然想到的汽车而失控 并撞上了附近的一栋公寓楼 车上的5名消防员共有3人不幸受伤 目前也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据悉该栋公寓楼的一侧 受到的成都不小的损坏 地下室已经出现不少积水 虽然公寓楼的整体结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但不少居民依旧将受到不小的影响 目前引发该起事故的肇事司机依旧没有自首 警方呼吁地区民众踊跃提供线索 以此将肇事司机缉纳归案 在美亚裔女性正在经历新一轮与暴力和仇恨相关的攻击 根据报告自2020年3月以来 记录了超过1万多起仇恨犯罪记录 近日召开的网络会议上 嘉宾讨论了早在疫情前发生的令亚商处于不安全环境中的重大事件 以及社区应该如何应对 在美亚裔女性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暴力与仇恨相关的攻击 根据门户网站 停止亚太裔仇恨的报告 自2020年3月以来 其记录了超过10,370起的仇恨犯罪记录 其中16%是身体暴力 年长者是大多数事件中的受害人 由全国亚太裔美国妇女论坛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70%受访亚裔女性反馈说 在2019年6月至2021年1月之间 至少曾经历过某一种类型的种族骚扰或歧视 近日召开的网络例会 着急的近百位来自华裔、韩裔、印度裔等亚太裔 以及拉丁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的媒体代表参加网络研讨会 四位发言嘉宾讨论了早在疫情前 美国历史上发生的令亚裔处于不安全环境中的重大事件 以及社区应该如何应对 宇徽人士指出 虽然新冠疫情和前总统指责病毒来源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言论 可能大大增加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事件 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事件本身显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作为亚裔女性 许多人早在疫情之前就感受到了这点 因为种族性别而遭遇针对性的歧视和仇恨 The objectification of Asian American women is nothing new and the pandemic has just exasperated this for many of us Asian American women in particular experience increased harassment because we are targeted both for our race and our gender As stopped AAPI hate has reported Over 60% of self-reporting of incidences has been reported by women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前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我现在人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2月28号 星期一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周一美股开盘全面下跌 由于俄国遭到欧美等国祭出了新一轮制裁 将俄罗斯踢出了Swift系统 加剧市场的不确定性 债券波动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飙升 主要股指间开盘下跌 倒只是下跌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西方国家宣布将一些俄罗斯的银行 踢出国际支付系统Swift之后 爆发了卢布的挤兑潮 卢布今天对美元暴跌近30% 而俄国为了因应新制裁 以及卢布的暴跌 紧急将基准利率从原先的9.5% 上调至20% 而随着投资人担心新一轮制裁 可能中断俄国能源产品的流通 原油价格今天也大幅的上涨 基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5% 至每桶95.72美元 布兰特原油也上涨了超过3个百分点 交易在每桶101美元以上 资金同时也流入了债券市场避险 使得10年期 每债收益率今天是下跌至1.83% 而另外今天国防相关个股表现 是相对的强劲的 洛克希德马丁跟Nothra Groupman 是分别上涨了4.5%与5.8% 另外网络安全股 这个Crowstrike 是上涨了超过5个百分点 今天收盘时 主要股指跌幅缩小 出现了涨跌互建的格局 道指收盘跌166点 最后收报在33,892点 标普白指数是下跌10点 收报在4,373点 纳指则是上涨了56点 最后收报在13,751点 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公布了1月份的批发库存 月增率出值报0.8% 是低于预期的1.2% 另外今天还公布了 是2月份的芝加哥PMI制造业指数 报56.3 也是低于预期的62 以及前值的65.2 至于各股收集方面 首先来关心的是 BP接收盘时股价是跌了近5个百分点 周报在每股29.21美元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英国的石油公司BP 因为受到了英国政府施压 宣布要出售 其在俄罗斯石油公司近20%的股份 并且预计将会导致高达250亿美元的费用 再来关心的是 特斯拉交易代码TSLA 黑间收盘时股价是上涨了7.48% 收报在每股870.43美元 随着俄乌战事的持续 国际油价是不断攀升 高油价对于特斯拉与电动车的普及是有利的 而根据了巴龙周刊的报道 特斯拉近期股价上涨的表现 是有几个潜在的原因 首先是Berniston的分析师上调了特斯拉的目标价格 那近期股价相对表现疲软 以及国际油价上涨 电动车成本减少等等 都是造成特斯拉上涨的主要原因 而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吴文联 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2月28号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宇兴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